安乐容听了皇后的话 开始在众人面前 维系虚假的姐妹情谊了 安乐容习惯了扮演弱者 用示弱示好的方式 让甄嬛接纳自己 但今天这一招失灵了 甄嬛对安乐容昔日的行为 十分伤心 明白所谓的示弱 并不是安乐容顾念姐妹情谊 不过是见风使舵罢了 不吃他这一套了 想来安乐容也没想到 甄嬛会在这么多人面前 落他的面子 这对安乐容而言 是一个极大的危机 甄嬛不拿他当好姐妹 并不十分可怕 可怕的是 众人包括皇上 看出了他们之间生了嫌隙 如今甄嬛风头正盛 他在众人面前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以后自己在宫里 还能有好日子吗 还能有恩宠吗 可不是吗 婉嫔抱病那会儿 正是妹妹得宠 哪里有时间 和旧日的姐妹相聚 新长代的话 也是后宫多数人的想法 安乐容的行为 本就让众人不齿 如今连甄嬛都不和他好了 大家就更会 肆无忌惮地调笑他了 这齐妻前一秒 还在看人家笑话呢 甄嬛的目光一过来 就立刻怂了 你瞧什么呢 臣妻心想 快到年下了 皇上 若多陪陪瘟仪公主 公主一定很高兴 嗯 于甄嬛而言 拉拢曹秦末 是扳倒年飞的关键一环 既然要拉拢 就要向对方表明 归顺自己的好处 甄嬛此举 一是给曹秦末一些小甜头 二是表明 自己在皇上那边 有极重的话语权 镜头给向了皇后 皇后自然清楚 甄嬛与曹秦末本无交情 近来多次Q到曹秦末 不过是为了年飞 也好 无论是甄嬛还是年飞 只要他们一方被逗倒 对自己都是有益处的